今天做這種文宣出來 跟這個藍營綠營 兩方已經是很平等很平等的較勁 就是對抗 他們是狗 然後也沒有怎樣 表示什麼 我們這種已經有一個黨部 是一種怎樣 共產黨的黨部 是一種在內心的 是一種在內心的 你一定有這麼多數量的人 才不會說也不會怎樣 罵國民黨 罵民進黨 也不會怎樣 表示一定有一定的數量 這個黨部是這樣 是一種在內心的 你眼睛閉起來 就看到一棟大樓上面寫共產黨 有沒有 眼睛閉起來 你看到一棟大樓上面寫共產黨 對啊 我們有黨員啊 說啊 說很自私 都沒有看新聞 幹嗎 我休息一下啊 因為很多是怎樣啊 很多戰鬥人要自己去打的嘛 他打也打不到我 對不對 那就像當初我在拼的時候 上面的人也沒有直接照顧到我啊 這個你自己戰鬥 你自己就要負責啦 這個啊 敵人的手段啊 叫什麼 他為什麼是敵人呢 我們會有這種心神的是什麼 一定是比較偉大的嘛 對不對 我願意啊 做一些比較下層的工作 然後他為什麼是敵人呢 他就是不願意嘛 對不對 你願意啊 做犧牲工作的 所以他也想說 哎喲 幹 那你要把我拖下去 我就不要去做那種工作啊 對不對 那這種人啊 會有什麼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這個伎倆啊 對不對 他已經不叫手段 那種手段都稱不上 這種人會有什麼樣的伎倆 他的伎倆就是 噼哩啪嘴巴說的天花亂墜的嘛 像那個推銷什麼 詐騙商品的一樣 賣個什麼瓦斯調節器啊 嚇小啊 你再收一大堆 買一個調節器賣一萬塊 我買那個幹嘛 根本廢物沒有用 他嘴巴收一大堆 一直被他壓過去 他只是在講而已啊 所以我們敵人的伎倆啊 就叫什麼 噼哩啪啦 噼哩啪啦 他只是會講 那種什麼 只是會講 我們敵人只是在講而已 那對付這種敵人 有什麼方法 我怎麼知道 什麼方法 你們各憑本事啊 第一個 戳破他的謊言啊 第二個 打他一巴掌啊 動手打他 第三個 你繼續忍耐啊 對不對 都是可以的啊 對付敵人啊 第一個 戳破謊言啊 第二個 你繼續忍耐啊 第三個 你直接把他抓起來暴打 都是可以的 可是暴打的話 你就可能被抓起來關了 不過也沒關係 這也是一種經驗啊 對不對 對付敵人啊 第一個 戳破謊言 第二個 你繼續忍耐 第三個 你直接把他暴打 就這樣 你不用按摩 那麼 谢谢观看